中文字幕 李宗盛 阿 你看 航道走起來很穩阿 對不對 對阿 非常 更柔一點 然後你另外一台是調的太明明 阿 電子沒力 明明 也會動阿 所以我說他適合新手阿 就 你比較不用擔心機械的問題阿 他雖然有點震動 但是還是可以 是穩穩的阿 他只是說高度要自己控制而已阿 他方向是你用力修也沒關係 你現在看阿 我現在機身前後這樣會抖對不對 機身跟那個旋翼阿的平面抖的不一樣 就是說那個機身可以緩衝阿 就是我剛剛說那個什麼主旋翼 那為什麼會有像這樣子 主旋翼間隙很大阿 那個橡膠避震器很鬆 鬆到不能再鬆 就可以這樣子 那手動的話會激身吸收阿 因為那個旋轉的平面有旋轉的慣性 它比較不會動 等一下我對我飛看看阿 好啦 現在比較沒電阿 我停轉看看 CG6的機 但是 起飛那一下阿 對 起飛那一下阿 對 起飛那一下阿 對 起飛那一下阿 齁 去愛島齁 當然是開在愛島 起飛的時候你如果 對 起飛的時候你覺得機身 你平常一歪歪的你要把他拉正 對 慢慢起動就好了 阿 飛起來就好了 喔 我懂 蛤 我懂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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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會說這我不要用 喔 太冷了 喔 太冷了 可以 太冷了喔 阿 可是 你看它飛起來好穩阿 那個旋翼頭那麼鬆阿 你看 飛起來比我那個還穩 但是只有停旋阿 這動作我還不曉得這樣會有什麼副作用 你遙控器跟我們不然還要用 超鬆的啦 可以飛很優雅 這個電子比較沒電 全部都很鬆 鬆垮垮 就是你剛剛那個啦 我說這個東西很鬆嘛 這個鬆讓它那個懸翼跟機身是分離的 所以機身會抖啊懸翼不會抖 因為旋轉的慣性比機身的重量還大 所以剛剛那個就可以這樣子 只是說我早上倒飛的時候 哇 停不住 比較不穩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的關係啊 因為這個太鬆了